为什么在大学里面创新有它的优势 大学本身的任务就是创新 又做教训又做研究 这是洪宝提出来的非常精深的概念 首先你在做教育的时候 一个老师如果指示老师的话 他是可以把书本上的知识教合 但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创新 创新是说这个知识是怎么会被发现的 那他如果不在第一线做过研究的话 他就讲不出这个故事 他就讲不出这个体验 为什么 这个知识本身是怎么创造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教育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教育只是教知识的本身 而没有教创造知识的过程 洪宝又把研究又把教育放在一起 就是创造了一个神奇的公式 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 Stanford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就是定成了一个办大学三位一体的理念 教育 科研和创新 所谓的科研就是把社会的财富 变成了知识 这就是我们要投入 把财富投入了变成了知识 但是创业就是把知识又变成了财富 但是一旦我们的师生们能够创业 能够创造了财富 最终他们还是把这些财富捐回给学校 又从事了学校的教育师 整个人类的知识就像一棵树一样 这个树最终是有个根 知识本身并不重要 但是知识的组织是非常重要 知识的组织就是有先有后 有上有下 这是一个组合 人类的知识已经是那么大的一棵大树 现在碰到最大的难题 就是我们大家看不清 这个知识和知识之间的关联 真正那些把树读懂了之后 它真是像一棵树一样 它下面有根 一个个字可以从上面长 它整个一棵树非常茂盛 Stanford当时之所以提出 一加一加一的公司的话 就是说整个资源的分布 今天我们来评价一个学校 你只是教育没有科研 我们根本是学校排不上名次 来今后的二十年 如果一个学校没有三位一级 又有教育 又有科研 又有创业的话 这个学校根本是 我觉得远远会落后